然後你知道頭髮包起來 穿著那個衣服然後這樣子拿著 然後我就一開始我還不敢走過去 我就直接是攝影機過去 攝影機這樣過去 然後你可以把那個鏡頭轉的樣子看你 可是倒過來的 我們看還好 還好 因為那時候還沒有 就回家看DVD了 對 可是因為那時候沒有 沒有什麼寫 那時候只是一點點滴滴的 然後你就可以看到 有看到頭髮 可以看到寶寶的頭髮 然後我就慢慢慢慢慢慢過去 然後我就過去的時候 我就站在中間了 我兩邊都可以看 我可以看有錢又可以看這邊 我就這樣子拍的 然後這樣看他 握他的手 後來真的是那個Baby出來的時候 因為Baby就是叫一隻 撐撐撐撐撐撐 啵一吓出來 然後就 啵一出來的時候就 啵 然後我就 對 那時候我才真的有點驚訝 有一點嚇到 因為真的就是 然後就 Baby就出來了 然後我就嚇到 然後就很多東西出來 然後我就站在那邊 然後我就有點發呆 然後我攝影機就放在那邊 因為我回家的時候才看到 我攝影機是拍我腳 真的喔 你萬一 你用什麼拿東西 然後出來的時候 你這樣子 真的 然後後來就看到攝影機在走 因為我在走 他就叫你過來 因為他把寶寶拿 我期待都忘記剪 我都沒有剪 期待不是你剪的啊 沒有 我沒有剪 因為我兩個手都拿的東西 醫生看到我根本沒有時間剪 他就幫我剪掉 然後就到旁邊 然後他們就開始數嘛 一 二 三 四 五個手指頭 五個手指頭 腳指頭讓我看 然後我才拿出來相機 後來我回家看的時候 我其實什麼都沒有拍到 所以你看男生還是有 你還是會留在你心裡很久 我說因為那個時候 不是 還是太緊張了 低胎 而且那個時候我嚴重講講 我剛剛講的 就是這個時候你還是個男孩 對 真的是 You're just a boy 對 我'm a boy 但是現在我是個男孩 你還是這個手指頭 再說一次 看過那個你才是男孩 對 I'm a man OK 你在那第二胎的時候 已經放腳架了吧 講到第二胎 他打光了 你已經放腳架 第二胎我還有光還有腳架 真的 我不騙你 因為我全部 因為我回來的時候 他們讓你打光在裡面 沒有 我回來的時候 我回來的時候 我們看袋子 差不多一個月後 有些時候我們來看袋子 然後我就很高興 袋子反正就什麼都沒拍到 真的 只有出來 一出來那一秒 後來接下來就是亂的 什麼都沒有 對 然後四位相機拍得也是 光也不好 都是模糊 都沒有對焦 都沒有對焦 所以第二胎的時候 我差不多永遠四個月的時候 我就先到那個博愛路那邊 我已經去買了腳架 我還買了好的那個單眼的相機 沒有光的時候都可以拍 然後我就先夾好 還有燈 還有腳架 全部擺好 然後我那個角度都 我都放好了 然後我跟護士說 你不要在這邊走 你不要在這邊走 醫生不會很意見 你不要在手上 先到他們兩個角度 你先躺一下 因為這次都量好的 然後因為我們在產房 這次在醫院 在台醫院 那個產房跟代產房 他是同一間 所以他不需要動 真的喔 對 他新 remodel 所以我把那個腳架 防好的時候呢 就對好 然後我就掛了 我買了一個袋子 掛了那個單眼相機 所以我兩個手是 太誇張了 兩個手是open 人家產房弄得跟睡覺一樣 你那手為了要空下來 所以你掛的 然後你的攝影機 就這樣 第二台我就真的站在旁邊 全部都enjoy 看得到 所以你還有run and run out 還有攝影機 全部拍好 但是你沒有東西可以拍 所以我就掛在那邊 所以這次我有剪 剪完的時候拍 對 剪在那裡剪 然後我有拍 拍得很好 然後回家看那個錄影袋 什麼都有 像凡哥應該是一個 比較容易緊張的 或在那邊一直嚷嚷 飛弄的人吧 對 我跟妳講 我剛生一個小孩 我大概就要叫他三次 就是你知道我是麻醉完了之後 不是要推那個恢復式嗎 恢復式你要等一陣子 你才能出來 那因為不是生完就出來 你還要縫啊 縫也要比生的時間還久 那個野人就一直在外面叫 我是Gili的家屬 那個人呢 小孩都出來 大人呢 你在哪裡 你們趕快告訴我 對 我那邊會一直說 你去叫他嘴巴閉上 不要再叫了 他就很緊張啊 所以意思是說 那個愛都是一樣的 是 那是一定的 所以說 你考慮到凡哥的狀況 你知道要不要 因為我覺得我要堅強 我覺得他是很愛啦 可是他進去會愛手愛腳 對 他進去反而弄得 我會很緊張 你會很緊張 所以我覺得說我那時候要堅強 我 我可以做 我是一個大女孩 對 我就讓他講 有女孩 因為就是說 聽說凡哥呢 自己是在嚷嚷 然後你要推進產房的時候 護士還在一邊 幫你再處理一些過程的時候 對 凡哥也在一邊 在叫 你知道那個肚子上面 難免會有一些 那個寒毛嘛 他要先剃 對 那因為我現在是緊急要開刀 所以他就邊推我的時候 就邊在那邊 他一直跟他講 不用剃啊 那沒什麼毛 你不要剃啊 你上次不用剃 我說 我說 我說人家有人家的一定的程序 你嘴巴閉上 不要再講 然後你一直問人家 你確定他要生了嗎 我說 醫生一定跟你講我要生了 你就去做好 我還要叫人家把他拉到旁邊 我就說給他一杯咖啡 你不斷的叫他鎮定 對 所以應該是他叫你鎮定 對啊 你給他咖啡幹嘛 你不覺得他你要 對啊 就乾脆把他打麻醉 所以你覺得那裡 所以反正 是的 因為他緊張了 因為凡哥在旁邊 所以他緊張 沒有 我覺得凡哥這也是好辦法 他比你緊張你都不緊張 對 聶雲呢 第二胎 一直以為是女兒 對 結果 結果是 最後一個月才說 不對 不是 想想聶雲為何在最後關頭 性別大變 王世君失控 差點放棄女兒的期待寫 就看他整個人的肚子 被拉起來 就很像演墨具有沒有 一拉整個肚子起來了 然後那根針這麼長 再戳下去 我就跟他醫生講說 這樣子 取不到 不要取 不要取其他人 我不存了 你不要取了 安妮可是差點錯過兒子的出身 每30秒他在那邊 他就聽到一大聲數 1 2 3 4 5 他我就一直在那裡面 他我就想 為什麼沒有人回來找我 因為你不重要 你又不要生小孩 所以我就覺得他們忘記了 我就投身去看一看 沒有人 他我還沒 哈囉 哈囉 他已經聽到我老婆在那邊叫 男人進產房報消息錄 管閣戶馬上回來 所以我覺得最後一個月才說 不對好像是男的 我不是叫播很多次超音波嗎 對啦 其實這個就要跟大家講 其實超音波它的準確 只有 他說是六成七成 對 因為其實超音波 如果說你們看過超音波那種照片 你們就知道 其實那什麼都看不出來 很難看 對 一團模糊 醫生只能再看說有沒有東西 或有沒有裂縫 對 對 就是看有沒有個點 要看Lucky不Lucky 他的那個位置 你那一天去照的時候 對 結果他們告訴你是女兒 對 前面我好高興 一直要剩一個月 對啊 好高興 一直女兒 其實醫生是這樣 我後來才知道 他們不確定都跟你講是女兒 對 因為台灣人有重男情女 所以就怕你失望 所以就不確定都先講是女兒再說 就醫生女兒 我們好高興 一個男生女生太好了 買東西什麼的 所以都買女生東西 對 都買女生東西 一路這樣子到前一個月 快要生最後一次產檢 不對喔 好像是男的耶 而且還是護士工廟 我說亂講 醫生說是女的 對 還說了九個月 對啊 然後就叫醫生來 這個看那個看 這個看完就真的是男的 這個時候才知道 OK OK 大卡車生小卡車 我沒講話 我們都是做機運 所以你們 所以你們才決定 後來還要再生一個女兒 對啊 我們其實就覺得這樣 那我們接下來聊一聊 那個真的要到產房 要生的時候的那個狀況 你們生頭一胎的時候 是 是 你比較緊張 他比較緊張 會 我覺得起初 要進產房之前是 他比較緊張 那進去以後 我覺得是我比較緊張 因為也是 我握著他的手 越來越緊的時候 也是他在安慰我 對 他說 王世君手快斷了 對 放鬆一點 他說你念我這麼緊幹嘛 我跟你講因為PRO婦產 所以你準備得很充足 因為我們時間什麼都看好 選好 醫生討論好 然後怎麼下刀 然後我們還要裝期待學 對不對 都討論好 然後我們也是一手數位相機 然後這邊掛攝影機 對 然後我還選好一個護士 等一下我們全家的時候 你要幫我照 就是這個角度這樣 對 我還先講他 對 我們都有 因為我希望 所以我講就是說 那個陪伴到後面陪伴 雖然我覺得啦 因為那個畫面 尤其是剖腹 我的建議會是這樣 就是說 因為他是手術 你要相信醫生 相信專業 那你在房間外面 其實跟在裡面 那個關心程度是一樣的 當然自然產業 不知道 沒經歷所以我不太清楚 可是因為那個過程 譬如說 我們開始都準備好的時候 他開始麻醉 一帶上去 我本來以為是 他整個人就睡著 沒有 他上半身是七星 麻醉了好舒服喔 對 對 他還跟我講 他還告訴我說 這跟吸的迷幻一樣 你會出院的時候 來 多來一點好不好 沒事 大家快一口 讓我帶回家好不好 他帶上去的時候 他就跟我說 我就看他眼睛 我說你沒有睡 他說沒有 他說你現在覺得好舒服喔 對 我下半身沒有感覺 但是我跟妳講 就是說 而且剖腹彩 你不會看到這麼多血 因為醫生他一直吸 就會吸 那第一刀的時候 我跟你講他會這樣 他本來站著 我本來站著 後來他開始第一刀的那種 會有嬌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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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有嬌味